山东省济南市的黄亭体育馆 为大家现场直播 2012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 即伦敦奥运会的选拔赛 今天下午进行的是 女子75公斤级的较量 在刚刚结束的抓局比赛当中 来自山东的选手李霞 本土作战 表现不错 她今天是120开把 125成功 最后一把冲击130的全国记录失败 有点遗憾 但是她今天依然表现了不错的状态 125公斤的成绩 也是近两年比较好的 比较出色的一个成绩 获得了抓局的金牌 那么获得抓局银牌的是 来自解放军区队的陈佑娟122 那么这位选手呢 今天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成功率非常高 她这个今天啊 从这个抓局比赛来看 陈佑娟呢 应该说在停举比赛当中 我相信也会向李霞发起冲击的 那么在抓局当中 获得第三名的 是另外一位 来自辽宁的选手李长颖117 那么辽宁选手呢 今天有三位选手的实力 都不错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宋林呢 在抓局当中呢 三次没有成功 110的重量呢 三次砸锅了 现在停举比赛开始 成都体院的陈佑 首先登场 他的开把要了113 他的抓局成绩是92公斤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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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脂 应该说呢 陈佑这个成绩不是很高 可能他要做连续的试取 对 2012年全国女子锦标赛 也是伦敦奥运会的选拔赛 在前面已经介绍了 这个级别呢 由于我们与世界水平 还是有一定差距 所以说呢 这个级别上的选手啊 可能与伦敦奥运会呢 参加伦敦奥运会 这种可能性变得很小 但是呢 从今天的场上 比赛情况来看 三冬选手李霞呢 表现的还是非常优秀的 对 那么在第三次试举当中呢 以130公斤 向自己保持的129公斤 发起了冲击 但是呢 后来差一点点没有起来 这也是我们对这个级别 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对 特别是来自解放军的陈佑娟 今天的表现呢 也是可圈可点 三次试举 三次成功 最后呢 以122公斤获得了亚军 嗯 作为伦敦奥运会的选拔赛呢 今天进入到最后一天 那么我们最主要的 除了是选拔合适的人选 去伦敦之外 还要看看 我们现在整个女子举重 全国开展的情况 年轻后备梯队 她们达到一个怎样的水平 那么这七个级别呢 刚才庞志导也介绍了 就75呢 是跟世界最高水平 差距比较大的一个级别 那么还有呢 就是63 现在我们只有 辽宁的欧阳小芳水平比较高 但是她的水平呢 现在和我们的对手相比呢 也没有任何优势 也要稍微弱一点 所以呢 如果不出意外 这两个级别 可能去伦敦的希望相对渺茫 嗯 那么其他呢 这个五个级别呢 现在我们确实有点 有三个级别是难以抉择的 因为48和58呢 从这次成绩来看 你像 田园是达到221 那么221呢 它这个成绩啊 实际上呢 跟塔伊兰之前相比 领先了7公斤 那么到了58 就优势更大了 我们李雪英 这次达到了250的成绩 250的成绩呢 和 世界纪录 只差一公斤 世界纪录只差一公斤 而且比去年市井赛 是高抽了 有13公斤之多 所以这两个级别 参赛呢 几乎已成定局 那么其他的三个级别呢 现在确确实实 我们还要关注一下 今天晚上75以上 能比出怎样一个成绩 是这样 我们也共同期待 来自三东的周璐璐 和安徽选手的孟素平呢 对 今天应该有良好的表现 连续事情 哎呦 这次翻战很吃力 陈云呢 也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成人的比赛 还好 还好 这个对他来讲 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他主要是来 倒点的机会 来感受大赛的氛围 就是说对他来讲 就是跟自己比赛嘛 希望把自己的成绩提高一点 你看他这个加的幅度很小 停级只加两公斤 因为在以往呢 对陈云来说呢 这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成人的比赛 对他不仅要表现出自己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一次经受锻炼 那么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呢 如何的提高自己的成绩 那么在前面已经结束的 六五个级别的比赛当中呢 应该说我们达到了 这次奥运会选拔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在六个五个级别当中 我们有四个级别的成绩 更超过了2011年的 世界举动级标赛的成绩 特别是在48公斤级的比赛当中 11年的试锦赛成绩是207 这次呢比赛是211 在女子53公斤级呢 试锦赛的成绩是227 48我们达到了221 不221 对221 那么在女子53呢 是227试锦赛的成绩 我们这次呢是230公斤 对 在女子58呢 这个成绩超越就更多一些 超越13公斤 对 11年的试锦赛成绩是237公斤 这次李雪英呢是250公斤 嗯 那么目前呢只有63公斤级的这个成绩呢 与试锦赛还有两公斤的差距 对 试锦赛成绩255 而我国家选手欧阳小芳 这次呢是253 嗯 在女子69公斤级比赛当中呢 试锦赛成绩266公斤 而这次达到了271 领先了5公斤 嗯 开中将选手 李蒂 成功 他的开靶是120 应该说呢不出意外呢 在这7个级别的比赛当中 嗯 我们应该说有5个 甚至6个级别的成绩 应该说是5个级别以上的成绩呢 要超越2011年的世界集中9要赛的成绩 对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女子75公斤级呢 可能很难超越 对 这个世界赛 但是我们对今天晚上75以上呢 是充满期待的 是这样 因为在2011年的世界集中锦标赛上 是周露露打破了这个级别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也是在2011年世界集中锦标赛上 男女唯一的一项打破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对 这个很难得 当然周露露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啊 的确面对俄罗斯抢手卡什利娜 是敢打敢拼呢 嗯 希望今天呢 他能够同样表现出良好的状态 这样的场上第一个结束的比赛 是来自成都体验的陈云 他的抓举成绩92公斤 停举115公斤 总成绩是207公斤 应该说呢 这个水平确实不高 接下来将要上场的是河南选手李海鸥 从目前抓举比赛结束之后的情况而言 李霞呢 是拥有了三公斤的优势 嗯 那么 和其他的辽宁选手相比 我们看一下 和李长颖相比呢 他的优势就比较大 有八公斤的优势 但这很难说 因为李长颖看来 停举的实力很强 他停举开板要145 李霞是137 这一下八公斤就回来了 是的 所以说呢 今天的停举比赛呢 将会更加激烈 他们不仅是争夺停举的名次 更重要的是要争夺总成绩的好名次 对 因为总成绩呢 是奥运会项目 但这个现在对于李霞来说 今天状态确实不错 就要看停举的表现 嗯 另外呢 这个停举的比赛最高的开把 是来自辽宁选手李长颖 145 145公斤 而李霞呢 是137公斤 嗯 在抓取比赛当中呢 李霞领先了 8公斤 8公斤 正好 我们再看看这两位选手的体重情况 李霞呢 是74.25 而李长颖是 72.45 就李长颖起来的话 李长颖就 对 总成绩翻过来了 对 李长颖呢 是 签号是 在李霞的后面 所以说今天的停举 又再一定优势 所以说呢 今天这个总成绩啊 对李长颖 增加呢 会更加有力 对 没错 就从这个报名开把成绩来看 就是说李长颖 肯定是停举非常有实力 是这样 他的签号又在后面 签号在后面 体重还轻 所以说很可能的李霞 就看李长颖会不会改重量呢 即使改重量 我想李长颖呢 也会有一定的优势的 15号 长途体院 郭静准备 按照目前这个重量来看 如果李霞出场 第一把和李长颖第一把 都举起来 那李长颖在总成绩已经翻超了 应该是这样 总成绩持平 赢体重 就即使李霞更改重量 我想可能辽宁选手李长颖呢 也很可能也更改重量 总是我要超过你 8公斤 或者跟你相同 这样呢 我体重比你轻 依然名次靠前 那么举重比赛呢 是举起相同的重量 要看谁的体重轻 谁的名次靠前 如果是体重相同的情况下 是谁先举起这个重量 他的名次要靠前 所以说呢 举重比赛呢 没有出现定列名次的 前调 失败 黑龙江选手李丽啊 应该说在抓紧的比赛当中呢 表现的也不尽人意 三次 只有一把成功 一百公斤 看来这种状态呢 停举第三把呢 依然 很困难 很困难 要连续失举 要连续失举 现在呢 现在呢 场上马上要出场呢 是李丽的连续失举 嗯 实际上现在只有十四个选手参加停举比赛 13位选手了 现在应该是剩下的 那剩下还有13位 对 因为陈云已经结束比赛了 我们看到陈佑娟 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陈佑娟是来自 几中之乡石龙 现在是输送给巴黎解放军队 对 我国确实有一些 很有名的几中之乡 今天对于山东选手李霞来讲 确实肩负着重任 因为到目前为止 包括今天晚上要出场的朱露露 也是来自山东输送给解放军 因为山东选手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拿过金牌 应该说今天对朱露来讲 包括对李霞来讲 是否能够多得这个级别总成绩的金牌 对 至关重要 昨天的康月是获得亚军 这样的话李霞的比赛也结束了 李霞来讲呢 是今年的成绩和去年的成绩完全相同 抓据100公斤 停据120公斤 总成绩220公斤 应该说这东西没有提高成绩 现在上场的是成都体院的郭靖 郭靖呢 今天在抓据比赛当中 102公斤 三次没有成绩 郭靖呢 在2011年的全国锦标赛上 当时停举成绩是125公斤 今天呢 依然是125公斤开靶 上送的高度不够 看来他今天呢 如果是不解决上送的问题呢 第二把甚至第三把 都很难举起这个重量 郭靖抓据也没有成绩 这个希望成绩能有一个成绩 如果一个选手参加一次全国大赛 六把全部失败 这个心理上可能真的会造成一些障碍 但对于集中运动员来讲呢 的确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在失败当中不断地成长 要经过这样的磨练 所以说呢 国家举重队的 在训练当中 对这个成功率要求的是非常严谨的 特别是在训练当中 哪怕是重量轻也好 还是重量大也好 要求运动员一定要成功 这是很关键的 那么特别是到赛前训练 对这个开靶重量的反复的演练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刻 我们看到可能也是出于保护运动员 郭靖弃全了 就后面不举了 前面介绍了 因为他再继续举下去 这个重量对他来说 今天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重量 是 很困难 没有必要让这个小队员呢 承受这种失败的压力 对 只好选择了放弃 选择放弃 两次 后面两次的比赛 嗯 好 现在山东选手邝玉出场 邝玉的抓举呢 是108公斤 获得了第五名 邝玉抓举 112 哦 112 对 今天是第五名 停举开吧 130 哎呦 这翻载了 哎呦 现在场上呢 有三位选手的开靶重量 是130公斤 嗯 最高的开靶重量 是来自辽宁选手李昌颖 是145公斤 嗯 还有辽宁的宋林也是145 非常遗憾呢 宋林在110公斤的 三次市场当中 没有成功 但是他可以争一个停举的奖牌啊 应该是这样 而且关键他是集团作战 他应该为李昌颖来创作一些条件 安排一些战术 关键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他会在后场做一个掩护 对 比如给李昌颖一个休息时间 嗯 或者什么时候出场 这个有一定的战术作用 对 哎呦 哎呦 翻载很吃力啊 相当吃力翻载 失败 武剑呢 这位选手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呢 个人停举成绩呢 最好是136公斤 这是在09年全运会上 举起的重量 现在是辽宁的区慧娟第一次试举 区慧娟呢 他的实力要比 另外两位辽宁选手 宋林和李昌颖稍微差一些 但是由于今天宋林的确是没有发挥好 如果宋林要发挥好的话 应该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 嗯 应该说曲慧娟呢 也算是一位老将了 在09年的全运会上 当时他说获得这个级别的第三名 嗯 在全运会上停举成绩是146公斤 今天的开把是130 这个开把不高 一顿上送 有 好的 成功 目前呢 这个级别的停举全国记录 是由刘春宏保持的 是159公斤 所以说呢 这个级别啊 也说明这个刘春宏水平高 同时呢 也说明我们这个级别的 其他选手的停举啊 还不是很高 这是刘春宏呢 在2005年 2005年的世界举中锦标赛上 当时刘春宏是打75公斤 对 停举159公斤 所以这个级别呢 已经保持了七年之久了 他已经打入比较比低 hat 可是呢这个级别的世界��录呢 是163公斤 就去年 去年是竞赛 我们还有四肯定的差距 从今天李长颖和宋林的开把145来看 举的胜利的话可以到155左右 应该至少是超150 就是说还可以 就看成功率了 应该说是还是可以 对 宋哥 宋哥 这个班战比前一次要好一些 分腿幅度有点大 所以说在第一次试举当中 脚就有点滑 应该说武剑在第一次试举当中翻战非常吃力 我们看看第二次试举会怎么样 武剑呢 以往的比赛呢 个人最好停止成绩呢 达到过136公斤 这回好一点 这回好一点 还是不行 看来武剑呢 看来武剑呢 第三次试举 这就压力大了 很难成功 很难了 联系试举 130 应该说第一次试举呢 翻战不是太理想 也消耗一定的诚 第三第二次 他这个停举和抓举还完全一所不同 抓举呢 往往比如前两次失败呢 可能与心理啊 技术啊等其他因素还不存在力量问题 对 而停举呢 如果前两次是这种状况呢 今天应该说对武剑来讲 第三次 可能会非常困难 这个时候看教练呢 也是对他辅导一下 停举比的是 以绝对力量为主 更主要的是比实力 因为他的技术要求 要比抓举呢 要弱一些 因为什么今天武剑呢 第一次翻战没有成功 第二次上送呢 也高度不够 说明他今天的体能状况 并不是他理想 连续设计是两分钟的间隔 还有一分钟多一点 准备出场 再看一下 后场热身的情况 看到李霞 李霞今天的停举呢 开靶重量并不是很高 不是太高 137公斤 所以相信啊 他按照目前这个 要的开靶重量来看呢 他跟李长颖之间的争夺 会非常的激烈 包括陈佑娟 陈佑娟呢 他的开靶是135 他在抓举当中 落后李霞是3公斤 然后开靶要少2公斤 但这个就要看成功率了 因为陈佑娟今天的成功率表现的是很出色的 如果你都成功 那这个成绩就差距不大了 另外陈佑娟呢 他不降体质 不降体质 所以这体能状况会更好一些 这武剑第三个式级 看来很难了 嗯 有些难度 脚步啊 都有点不稳 别着急 别着急 全力向上 一蹲 全力上上 诶 拼出来了 拼出来了 他真是拼出来的 成功 高的力量 纯粹到135公斤 这样呢 重庆的武剑呢 也结束了今天抓举和停举的比赛 在抓举比赛当中呢 他是105公斤 排在了第十位 停举是130公斤 总成的235公斤 嗯 现在是解放军二队的孙颖娜 第一次试举开把135 他的抓举成绩108 今天呢 135公斤开把呢 有四位选手 对啊 你不接受了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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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轻松 加油 好啊 观战 好的 站起来 调整的时间有点长 还好 上冲这一下还是非常果断 那么孙颖娜以往的比赛 最好成绩是133公斤 今天是135公斤开把成功了 现在上场的是浙江选手林婷婷 到了135开把了 这个就已经是比较高了 我们看现在135开把 包括135以上 李霞是137 李荣燕140 145的有两位 这已经是逐渐迈入第一集团了 停举 林婷婷的抓举是111公斤 排在了第8位 她有机会争夺一个好名次 林婷婷在2011年的全国举重指标赛上 当时的停举成绩是142公斤 获得了停举的银牌 而今天135公斤开把第一把没有成功 广东选手李阳 他的开把也是135 今天有四位选手呢 是135公斤开 从目前来看 李霞 辽宁选手李昌瑜 解放金一队的陈又娟 这三位选手呢 都有机会向金牌发起冲击 另外广西的李荣燕 也是要力争进入前三的 至少他的停举还是有实力 看来在这135公斤开把 几位选手出场呢 应该成功率不是很高 对 135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林婷婷李阳都失败 好 现在轮到了陈又娟了 特别是开把重量 对每一位选手 他后面还有两次试举 如果开把这个重量 都没有成功的话 说明你后面的成绩 应该怎么来获得 你怎么加重呢 是顶着自己的最大的 极限强度开把吗 一般不会是这样 太冒险了 对 另外呢 停举的比赛 还不同于抓举 而且停举呢 主要是靠实力 所以说今天的几位选手 在开把的重量上没有成功 还是值得研究的 别着急 现在是陈又娟 也是开把135 他的抓举是获得第二名 122 站起来 看上送 好的 漂亮 他的上挺技术比较好 应该说陈又娟呢 通过他的抓举比赛来看呢 这位选手整个的技术 包括比赛的心理作风 还是很蛮强的一位选手 对 到现在位置 四把全部成功 刚刚过了135公斤 不过这个135公斤 开把呢 并不是很高 不高 他要想冲冠军的话 这个开把稍微有点低 有点低 但是可能呢 他也是根据自身的情况 他就这个实力 是吧 我先把自己的水平比出来 因为他今年呢 是第一次由69公斤级呢 升到了75公斤比赛 辽宁选手曲慧娟的第二次135 第一次130成功 现在我们看金牌的争夺 刚才也说了 是非常的激烈 那么相对来讲呢 就是李霞和李长颖 这两个人机会更大一些 从目前的这个停举 报名开把成 开把的重量来看 那么前三名的争夺 包括甚至前六名的争夺 都是相当的激烈 目前是看不太清楚 是挺复杂的 很复杂 看来局会间 第三把也很难起来了 这个重量 正如赛前我们说的一样 这个级别 金牌乃至奖牌的争斗 有可能是混战 现在135好像是一道坎 我们看有不少选手在135 这个重量上都没有成功 现在轮到了林婷婷的第二次135 应该说林婷婷对她来讲 停举更优于她的抓举 曾经停起过142公斤 获得这个级别停举的银牌 而今天非常遗憾的是 在第一次试局 这个重量就没有翻站起来 手臂放松带好 先站稳了 全力向上 高度不够 只好降低重心 今天她的抓举比赛 也是111 表现的是和以往比赛 自己最好水平是相同的 那广东选手李扬 平平速度与135的重量 看李扬能不能卖过这道坎 现在呢只有解放军选手陈友娟 成功的举起135公斤 这个重量 一断 一断 失败 看来今天有几位选手 对 一百三十五 很难卖过这个卡 是啊 要实现突破 现在看看山东选手邝裕 这道卡能不能卖过去 这是邝裕的第三次试局 对 这个重量 林婷婷和李洋都是两次135失败 许慧娟是第二次135失败 应该说这三位选手当中的 通过他们第二次试取的情况来看 确实都有一定难度 只有浙江的林婷婷 看来还是有希望 举起这个重量 稍微好一点 看邝裕 希望邝裕在本土作战 能够举起这个重量 他的抓紧是112公斤 再高 再高 排在第1位 再高 哎呀 这个反战 很吃力 要小心 要小心 高得不够 失败 邝裕呢 结束他抓紧和停举的比赛 抓紧112排在第5位 停举是130公斤 总成绩242 嗯 刚刚的130公斤 好 现在轮到曲慧娟的第三次135 这个135啊 举得相当吃力 这几位选手 曲慧娟呢 是第一次试取130公斤成功 嗯 第二次没有起来 看来他第三次呢 这个重量对他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是 应该说翻站没有问题 关键他的上速 他如果这个成绩起来的话 那么他的总成绩可以达到245 245的话呢 暂时可以排到一个第二的位置 就超越解放军二队的孙颖娜 嗯 请翻好 哎呀哎呀 确实有点过极限了 嗯 这样曲慧娟的比赛也结束了 他总成绩是240 接下来是浙江的林婷婷 林婷婷现在和广东的李洋 都是一样的 面临 同样的难题 嗯 面临砸锅的危险 嗯 对于林婷婷来讲呢 这次呢 要是 全力于是 总结前两次试取的 失败教训 还是有希望能够起来这个重量 希望 那么对广东选手李洋呢 我感觉希望不是很大 在举重比赛当中啊 这个如果前两次试取都失败 轮到最后一次的话 就好比逆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嗯 这个时 这个时候呢 只有想办法背水一战了 起 还是有机会的看看 好的 好的 成了 135 这样的话 他的总成绩达到246 现在一局排到了暂时的第二位 有机会获得一个好名次啊 246 有机会进前六 目前呢 是排在第一位呢 是 陈佑娟 陈佑娟 257 这优势明显 嗯 但现在李霞包括最后出场的李长颖 都没有登场了 李长颖一开吧 就要145 嗯 李洋也是最后一把了 嗯 应该说李洋呢 这个重量对他来说 来来来 今天要起来呢 是非常困难 这个重量也是他以往比赛的最好成绩 半战 好 看上颂 好的 失败了 失败了 怎么没稳住 很可惜啊 没稳住啊 嗯 刚才有机会 这样的话 广东小说李洋呢 停举没有成绩 好 我们看李霞现在更改重量了 要加到140 加到了140 那么现在就由解放间二队的孙颖娜 先出场 孙颖娜呢 是第二次失举 138 看来李霞呢 是在不断地玩战术 玩战术 在抓局的比赛当中呢 也是更改了自己的开靶重量 但是玩战术呢 也是基于有实力的前提下 应该说在举重比赛当中呢 这种战术安排 有的时候会起一定的作用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作用不是很大 关键看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比如说在昨天的女子69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 康悦开始预报的开靶重量是143公斤 结果突然架到145公斤 是孙颖娜首先出场 而结果第一次确实没有成功 打乱对方的准备节奏 站起来有点吃力 调整时间很长 还是没有自信 失败 现在呢场上的停举呢 依然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 三位选手 有四位 还有宋林 对 还有宋林 他虽然抓举没有成绩 但依然没有放弃停举的比赛 现在就是说有两个开靶 140的李霞和李荣燕 两个145 李长颖和宋林 宋林停举肯定不会放弃的 他非常有实力 他也争个停举的奖牌 另外要为李长颖呢 打打掩护 随着孙颖娜的最后一次 失局138 那么比赛进入到 前三名的争夺了 高潮 高潮马上来临 那么场上有五位选手 将争夺停举和总成绩的 前三名 对 从总成绩来看呢 现在李霞机会最大 但是李长颖现在就要看看 停举的表现了 陈佑娟呢 就是按部就班 根据自己的实力 我就举重功率 我先把成绩举出来再说 因为他135公斤开靶 正常情况下 他最后的一把是 145 也很难超过145公斤 这个重量 对 也就是说他最后的总成绩最多也就是267 267就到顶了 不过李长颖呢 他的抓距是117公斤 陈佑娟呢 还是擦了五公斤 是 但是问题是267的成绩 对于李长颖来讲的话 他150 他现在145开靶 他两把也就追上李长颖了 关键看他 两把追上陈佑娟 看成功率 他起来这个重量呢 总重击达到了246 246的话 他就要看看跟那个林婷婷比一下体重 他的体重轻 应该说排进总成绩的前6名 看来没有成功了 对 就一切都要基于你成功的基础上 是 你要举起来 这样他的停举成绩135公斤 总成绩243公斤 李霞要出场 现在轮到了140的几位选手要出场了 李霞还有广西选手李荣燕都是开靶要140 李长颖和宋林是145 陈佑娟呢是第二把是要了140 刚才我们也分析了 陈佑娟呢如果都成功 最多可能也就是267的成绩 那么对李长颖来讲呢就最起码要成功两把 两把还不够 因为他体重要中过陈佑娟 就是说他第二把最起码要到268 确实还是有一些难度 但是呢李长颖赶145开把的话 相信还是有实力的 现在李霞呢应该说是稍微有优势 李霞呢一王的比赛啊 最好停举成绩呢是147公斤 这是在09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创造的 但是近两年来呢 他这实力有所下降 受他的伤病有一定的影响 李霞如果今天有成功率 他这个成绩就有机会超过27了 对对 哦好的今天不错 很轻松啊 嗯 非常好 应该说今天李霞的 从他的抓紧比赛来看 包括停举的第一把试举 应该说整个的训练水平 可能有所提高 确实 嗯 感觉今天他这个第一把 挺的还是比较干脆 你看没有做太多的调整 直接坚决上 坚决上送 这第一把停举 举的还是很漂亮 现在呢 广西选手李荣燕马上要出场 嗯 他的开把重量也是140公斤 我们看看 这两个人的体重情况 李霞要轻 李霞的体重是74.25 李荣燕呢 74.75 嗯 但是呢 第一把试举 首先要有个成绩 可能会在第二把 对 甚至关键是第三把 为了保这个停举的好的名次呢 李荣燕不会和李霞举同样的重量 对 嗯 可能李霞更多的还是考虑一个总成绩 是这样 但是对李荣燕来讲可能要考虑要怎么取得一个停举的好名次 对 因为现在他抓举落后太多 嗯 他抓举只有113公斤 好的 挺得很干脆 成功 140 两位选手都成功 那么现在陈佑娟的第二次试举140 目前的总成绩底下达到了265 陈佑娟这一把起来的话达到262 大约重量140公斤 13号解放军队队 陈佑娟第二次试举 9号朗星李荣燕队 等会我们要看一看李长颖啊 他这个会不会改重量啊 会不会第一把直接改到148 148起来就压你理想 我想这种情况 嗯 不易改变 因为是第一次试举 在第二次 先要有个成绩 对 只有在第三次可能这种情况是最后一搏了 嗯 我首先要有个成绩 确保一定名次以后 再去冲击 冠军 这把翻赞有点吃力 有的哇真不错哎 陈佑娟这个选手呢 他的上送这个技术还是很好的 虽然翻赞的感觉有点吃力 但是呢 上送呢 是一鼓作气 是 很干脆 很果断 就是他的上送啊 非常简洁 嗯 干净利落 呃 只有捐的话 这样的总成绩达到262 今天到目前为止 他五把全部成功 嗯 到目前为止 全部成功 应该是唯一的一个选手了 他还是 还有最后一把 还有最后一把 对啊 就要看到最后一把 目前前五把 都是成功 九把成功 也只有他一个人了 嗯 没有其他选手全部成功 李霞之前也有一把 抓据没有起来 现在呢 来自辽宁的两位选手 停举依然没有出场 嗯 现在陈友娟要143 嗯 这也是根据他自身的实力情况 他这个要法也是很正确 我起来以后 我就先追凭你李霞 追凭李霞的话 我赢体重 然后你李霞看你的本事了 你举起来 看你后两把 你是否都能够起来 对 看你的本事 首先我在这一点上 我不输给你 是 嗯 实际这样的试局呢 给李霞的心理上 也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我如果是加的太多 一旦有闪失的话 我会失去这个 总成绩的好名次 对 那么场上呢 还有11把试局 就结束了今天 女子75公斤级的比赛 目前呢 停举呢 应该说进入到最后的时刻 停举呢 全国记录是159公斤 看来今天这几位选手 想 冲击这个记录的可能性 不大 但是呢 李霞今天的表现 还是给我们一个惊喜 最后冲击 自己保持的129公斤的 全国抓紧记录 非常遗憾 没有起来 加油 李霞圈 希望他能够善始善终 能够保持六把全部成功 他只要翻站起来 应该说上送 还是问题不大的 李霞圈 叫直 起 好的 应该说翻站起来 翻站起来有机会 对 坚决上送 好 撑住 漂亮 六把全部成功 六把成功 现在总成绩达到265 和李霞持平 由于体重轻 暂时排在第一位 应该说呢 对这个成功率啊 从举少如运动管理中心 包括我们的举重部呢 有很多的要求 曾经在比赛当中呢 设立了 就是成功率奖 如果获得六把成功 还是一定的奖励的 这也说明什么呢 对这个成功率的重视程度 从比赛开始到今天 应该说陈友娟 可能是第一个 保持六把成功的运动 对 而且从目前来看 他也是唯一的一个 因为之前 所有选手都失败过 唯一的一个 六把全部成功 这个很不容易 陈友娟呢 而且非常年轻 从69升到75 这个选手还是很有培养前途的 应该说是这样 因为他的体重不大 还是有一定的上升空间的 如果他体重到了75左右 可能运动水平还是有一定提高 对 好我们看看李荣燕的第二把是举 李荣燕的应该说停举 还是有一定实力的选手 这把翻站有点吃力 还好 曾经是获得这个级别停举的冠军 有 这样的话 他总成绩达到257 我想呢 李荣燕对他来讲 今天可能首先是要争取 在停举上 是否有一个好的名次 没错 所以说呢 他首先压住陈友娟的143公斤 因为他现在这个停举 目前的成绩 他是排在第一位了 现在终于轮到辽宁的李长颖出场了 对于李长颖来说 无论是争夺停举的金牌 还是争夺总成绩的金牌 这第一把至关重要 如果丢一把的话 基本上就失去机会了 他的抓举呢 是117 他在第三位 因为抓举他落后里下 有8公斤之多 所以丢一把的话 基本上总成绩冠军就与他无缘 他起来以后呢 总成绩是262公斤 当然还输给 解放军选手陈友娟 不过他的停举 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 对 李长颖的以往的比赛呢 是在11年的全国冠军赛上 当时停举成绩145公斤 获得了停举的冠军 今天145开把 应该说今天这位选手 表现还是不错 抓举呢是三次试举 三次成功 半战很单次 送起来 有张文 好的 145开门红 成功 这样的话 他现在总成绩达到262 这个给李侠真是施加了压力 李侠第二把也是要到了145 现在宋林出场 宋林呢 这个虽然抓举没有成绩 但是要争夺一个停举的 好名次 而且停举颇具实力也是145 145开把 也就是到现在为止 除了陈佑娟之外 李长颖到现在也是四把全部成功的 也是一个没有失败记录的 希望他能保持下去 如果他保持六把成功呢 今天对他争夺 总成绩的金牌会有机会 有很大机会 因为他的牵号靠后 他肯定在最后一把试举当中呢 想尽一切办法要超越 这个李侠 这宋林今天真是不在比赛状态 前面已经介绍 这女子举重的比赛啊 同男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他们这个后场准备活动啊 这个重量都基本 接近于自己出场的重量 所以说这个宋林呢 今天出场这个状态 我不知道后面的准备活动 教练员是怎么观察他的情况 现在李侠的第二把要了145 那么李侠这个重量 如果举起来以后呢 总成绩就达到了270公斤 相当不错 应该说这个成绩呢 也是近几年来 国内的比较好的成绩 看李侠今天的状态有机会 李侠反抗 不过这个重量对李侠来讲 今天对他夺取金牌 事关重要 事关重要的一次试剧 对 丢了一把就很危险 嗯 刚才不错 有 这样的话他总成绩达到270 现在因为陈佑娟的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所以他实际上已经超越陈佑娟了 陈佑娟是265 那么暂时排在第四位的李荣燕呢 是257 那么现在呢 对于李荣燕来讲 要超越陈佑娟也是不可能的 我想对李荣燕来讲呢 他首先今天要是争夺这个停举 至少是前三名 如果有可能会争夺冠军 对 所以说呢 他对这个总成绩进前三 是没有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 对失去机会 总成绩前三是没有任何可能 是 目前来说是李侠270 陈佑娟265 李昌林1862 李昌英262 起来 总要乘一把 不行 这个到现在位置五把都失败了 他在抓举当中是110开把 全部失败 现在145开把也是两次失败 所以说他今天这个三次 目前来说抓举三次失败 停举现在目前是两次失败 按照目前这个重量的话 那宋林要连续试举 他有没有可能第三把加一点 这个战术安排 让其他选手先出场 还是怎样 不会的 继续举这个重量 举这个重量 够呛 应该说今天如果是宋林 在最后一次失局当中 如果没有成绩 我想我们的教练员回去 确实应该总结一次 这次比赛的开榜 包括整个赛前的准备活动 是不是适合于运动员 今天以这个重量开把 我想这个时候对运动员来讲 心里也还是蛮痛苦的 很痛苦 对 因为六次失局 现在是五次 五次失局都没有成绩 看来这种状态 对他来讲 这最后一把真是 如果奋力一搏 也很难成功 对 通过这运运的面部表情来讲 有点痛苦 有点痛苦 我们看他上场 也没有没粉 手上 遇到这样的困难 其实更需要的一种 心理的自我调整 他实力是肯定有 就是翻站就起不来 没办法 应该说通过前面 已经说到了 这个通过面部表情 实际上能看得出来 他实际是放弃了 最后一把失局的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 可能有点心魂一冷 因为他出场的时候 手上既没有没粉 脚上也没有踩一点松香 直接就出场了 实际他对最后一把失局 已经失去了信心 不抱信心 可能自己头脑 也有点不清楚了 对 有点发懵 这样的话我们看 李荣燕的最后一把 停举失局 要了146的重量 所以说他这个重量 就是我要看到 停举名次 因为现在其他选手 有两个 李长颖和李霞 都起了145 现在应该说 李荣燕已经获得 这个级别 停举的前三名了 应该是这样 对 吻获第三 先向更好名次 向停举的更好名次 发起重击 是 至少我这一次举起来以后 是排在停举的第一位 对 暂时排在第一位 转接快点 二手转主动 这把难 很难 没事 也拿了同牌了 停举同牌 是 他现在应该说 排在停举的第三位 对 目前排在停举第一位的是 辽宁选手李长颖 对 145公斤 他和李霞呢 相同的重量 由于他的体重呢 偏轻 李长颖的体重是 72.45 李霞的体重是 74.25 现在李霞的第三把 要了148 如果这个重量起来的话 总成绩达到273 那么对于李长颖来讲呢 还有两把试举的机会 也就是说 李长颖呢 后面两把都要成了 而且最后的这个成绩 要达到156 就是最后一把 至少达到156 现在应该说 总成绩的前三名 已经出来了 目前来讲是 李霞排在第一位 270公斤 陈佑娟是265排在第二 辽宁选手李长颖 是排在第三位 但是呢 李长颖还有两次试举机会 对 就这把起来 对李长颖来讲 就难度不小了 就是说两把试举 你现在从140个要升到156 我看这把起不起来 看李霞 好的 翻站起来 哎呀 失败了 有点可惜 这样的话 李霞在今天的六把试举当中 成功了四把 总成绩达到270 那现在对于李长颖来讲呢 确实就有机会了 李长颖呢 现在目前是落后8公斤 他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 那么对他来讲呢 他现在145 他最后只要倒153就行 他现在第二把 哦 第二把直接153了 他不分两把来 就是给153这个重量 两次机会 直接加了8公斤 直接加上去 这个加法呢 他其实这个战术 有两种安排 第一种呢 我可以先把这个停举的金牌 拿到手 这是一种加法 比如他加到149 对啊 149 停举金牌到手 然后再加到153 总成绩的银牌 然后第三把 我去加到153 当然这153 不仅获得了停举的金牌 同时总成绩的金牌 那么看来这次呢 李长颖是直奔 总成绩的金牌去了 但是对他来讲 停举的金牌已经到手了 已经没问题了 哦 145公斤 他已经是停举金牌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加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完全正确的 对对对 完全正确的 李长颖 因为他体重轻啊 是 他的体重呢 才只有72.45 对 他已经吻获停举的金牌 所以他直接奔153 奔总成绩 而且有两次机会 只要起来一次 他就是总成绩冠军了 形式上我们经常看 是两次机会 但是关键看他这一把 起不起来 往往就第三次机会呢 都很难去把握 但是这一下加了8公斤 加的幅度真是够大的 不过应该说对他来讲呢 可能是不是平时训练 具备这种条件 我们预祝李长颖 成功的举起153公斤 这个重量 成败在此一举 不过后面还有一次机会 但这把更重要 哎呦 半战没有成功 现在 2012年全国女子 举重锦标赛的75公斤级的较量 剩下最后一把 辽宁选手李长颖 153公斤 这把起来的话 就可以获得总成绩的冠军 现在是到了真正意义上的 成败再次一举 失败 连续试剧 现在有两分钟的时间 今天应该说 李霞整体给人的印象呢 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的开把 本身的重量就不低 他成了四把 270 现在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从今天 女子75最后的成绩 肯定是比昨天 女子69要差一点 要差一点 昨天271 271 至少说现在目前来讲 如果李长颖不再加重量的话 他最多是270公斤 这不可能再加 也没有必要再加 所以说呢 今天的比赛呢 虽然比69公斤的成绩不高 但是呢 270公斤这个重量呢 也是近几年来呢 女子75公斤 也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对 就是说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 非常清醒的认识到 我们这个级别和目前世界最高水平的 像波多贝德瓦 像耶夫斯修金纳 跟他们的水平差距在20公斤以上 他们都达到290以上 是 我们可以换一下思考 就是如果李侠今天130公斤成功的话 包括他最后148成功的话 加8公斤 也就是说 278了 总成绩达到278公斤 278的话还差15公斤以上 但是呢 确实是有一定的提高 有一定提高 说明他的训练水平应该接近到280公斤这个水平 好 现在我们共同关注辽宁选手李长颖 为他加油 这最后一把呀 决定金牌 一年这个时候真的是要 要拼 就是全力一拼的这种比赛作风 先看方站 起 起 好的 有机会 别着急 别着急 一蹲 坚决上松 停住 停住 暂闻 好的 漂亮 确实是成败再次一举 最后这把153成功 这样的话李长颖 获得了停举和总成绩的金牌 他的总成绩达到270 李侠获得了抓举的金牌 获得了总成绩亚军 平举的银牌 和总成绩的银牌 对对对 那么获得总成绩第三名的是来自解放军一队的陈又娟 265公斤 265 黄小岛您认为今天75虽然我们和世界顶尖水平有一些差距 但我认为还是非常有看点 最起码呢有几名选手实力非常接近 这样的话呢使得比赛的胜负充满了悬念 正如赛前我们说的一样要进入到一个混战的局面 到了最后一局才决定名次 决定金牌 这个和我们赛前的这个预料呢确实是向吻合的 到了最后一把试举呢 才确定了这个总成绩冠军归属 应该是我们也通过这个次比赛看到年轻选手呢 都提高了自己的应有的水平 特别是对辽宁选手李长颖呢 这是他比赛当中最好成绩 特别是最后这153公斤成功的一局呢 是对他一次严峻的考验 对 我们希望通过比赛呢 把这个级别的水平再提高一步 那这样的话 辽宁选手李长颖就为辽宁获得了本次 女子几重锦标赛的第二枚金牌 欧阳小芳已经获得了第一枚 那么李长颖呢是获得辽宁的第二枚 那么山东选手呢在今天晚上还有机会 今天晚上是周露露是来自山东 不过他是代表解放军参赛 那么今天晚上呢75公斤以上级呢 是真正的压轴系 可以被称作是真正的女大力士的较量 那今天晚上可能大家关注的焦点呢 主要是两三名选手 除了周露露之外 还有来自安徽的孟苏平 另外来自辽宁的齐熙会 齐熙会而且是全一会的冠军 所以呢相信这三人之间呢 也会有一番龙装虎斗 好的观众朋友 那么今天女子75公斤级的比赛直播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 再次感谢庞高兴黄志导 我们今天晚上再见